《關懷全球開拓視野》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大愛全球視野 讓大愛帶您認識全世界 我是張福昌 今天我們要帶您到秘魯 來看看當地正在流行的滔軍潮 這股潮流為什麼會興盛起來 秘魯政府為什麼要打擊非法滔軍業者呢 而南韓政府正準備要在清明節之前 將韓戰期間中國士兵的遺骨 送回大陸安置 讓他們能夠落葉歸根 難道普警會不知道 這些解放士兵都是當時的敵人嗎 他這樣做有什麼外交目的呢 而您知道什麼叫做拉北子嗎 這就和北朝鮮有密切的關聯 待會我們要為您做詳細的介紹 最後我們再一起來看看 愛護動物人士如何利用倫理來改善 殘障動物的尋找問題 首先我們來談談秘魯政府如何打擊非法開採金礦 位在南美洲西邊的秘魯 曾經是印加文明古國的中心 16世紀大航海時代之後 秘魯變成西班牙的殖民地 直到1821年才獨立建國 目前的秘魯是一個發展中國家 經濟上主要是依賴農林 漁木和礦業等一二級產業 而以服務業為主的三級產業並不發達 全國大概有三成人口生活在貧窮之中 而其中有一成左右生活非常貧困 近年來秘魯政府大力推行土地改革 遵收外資公司 擴大國營企業的規模等等經濟改革政策 藉此來增加經濟自主能力 擺脫對已開發國家的過度依賴 而在國際貿易上 秘魯和美國在2006年所簽訂的自由貿易協定 是個重點 大量的銅礦、銀礦和黃金等礦產 銷往美國賺取大量的外匯 秘魯是世界第六大黃金出口國 今年來因為金價攀升 使得非法倒採黃金的風氣相當盛行 這些非法採礦採取開採金礦的行為 不但破壞地形 更嚴重造成水拱污染 因為拱可以吸附黃金 很容易就能夠把黃金和泥土区隔出來 大大提升了開採的效率 但是這些工人直接把拱倒入河川 造成嚴重的水污染 影響人體健康 秘魯政府相當重視這個問題 已經準備要大規模的掃蕩非法礦產 打擊非法採金的外風 效果如何值得觀察 礦坑內身手不見無止 礦工在狹窄的通道裡 拼了命搬開石塊 冒險穿梭 只為了尋找珍貴的黃金 南美洲國家秘魯 境內有安地斯山脈和亞馬遜雨林 地形資源豐富 礦產業出口佔全國的六成 是全世界第六大黃金出口國 龐大的利益讓非法礦場 如雨後春筍般出現 十年前每盎司的黃金 折合美元四百元左右 現在已經要價一千三百多美元 漲了三倍多 過去十多年來 秘魯非法礦場增加了四倍 目前國內有超過五十萬名非法礦工 這種礦場缺乏安全措施 坍塌的風險高 就算能幸運生存 薪資還會被雇主和中盤商層層剝削 這群非法勞工是敢怒不敢言 在每個時候都要斷斷 這裏導致有很多污染 在水中 會被含耗水主管系統 這些得來不易的礦石 要先經過初步掏選 工人採著磨石器將礦石碾碎 浸泡在水池中 裡面含有化學藥劑 拱 等待拱蒸发后就能取得粗精 不过人体长时间泼露在化学药剂下 会造成神经系统损害 有些矿场甚至不顾儿童的安危 非法雇用同工 秘鲁的非法矿场猖獗 有将近五万公顷的雨林地被改建成矿场 这些非法矿工任意排放滔金后的废水 平均每年有30吨的拱污水流入亚马逊河流域 经过食物量后又间接影响到 当地以鱼类为主食的原住民 穿戴专业配备 坑道内宽敞明亮 不同于非法劳工这群秘鲁矿工 能在安全的环境下采矿 这都要归功于去年才刚成立的合法采矿团队 在采矿责任联盟的协助下 他们能用合理的价格 直接和国外的买家接洽 加入团队的员工 只要按时缴纳税款遵守公规 就能定期领到合理的薪资 从去年六月到现在 已经有11公斤的金矿成功完成交易 无论是采矿配备 工作环境 到掏金设备 都远比非法矿场来的优良 这个合法团队也得到密鲁政府的大力支持 密鲁环境部长在接受媒体访问时 更誓言要打击国内的非法矿场 唯有停止非法盗采矿产 才能保障劳工的工作权益 同时也能维护密鲁的生态 让后代子孙也能使用珍贵的矿产资源 密鲁采矿工人的工作环境非常差 而且也常常被雇主不当剥削 希望密鲁政府能够重视这个问题 以便改善他们的生活 好 接下来我们来谈谈南韩 为什么要把韩战期间 中国军人的遗骨送回中国大陆 韩战是一场从1950年6月 达到1953年7月的战争 可以说是冷战期间最激烈的战争之一 战争一开始 北朝鲜人民军气势如虹 跨越北纬38度线 进兵南韩首都收尔 眼看南韩就快要被赤化 以美国为首的联军 才紧急发动人川登陆 成功击队北朝鲜大军 几乎拿下平洋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中国人民志愿军高举抗美援朝的旗帜 越过压力将突击美国大兵 逼得美军往南撤退 最后在38度线附近 双方对峙并且展开谈判 签订了停战协定 双方同意将以北纬38度附近 设立一个非军事区 以缓冲双边的关系 从韩战的历史 我们可以了解到 当时的中国是帮助北朝鲜打南韩 因此南韩一直认为 中国是北朝鲜的盟友 南韩的敌人 然而世界上并没有永远的敌人 也没有永远的朋友 最近南韩看到了 日本和北朝鲜互动频繁 因此兴起的联中治潮 和联中治日的战略思维 在这种政策下 普景卫访问了中国 说了几句中文来拉近关心 除此之外 普景卫也深知 中国人落叶归根的重要性 因此他准备在清明节之前 将韩战期间 中国军人的遗骨 在三月底以前 送回中国大陆 让他们落叶归根 其实普景卫想要拉近 中国大陆的动机 不言可遇 一束开满淡黄色花苞的花树 悄悄被放在摆满遗孩的桌上 这里是距离首尔只有一个半小时车程 临近两韩边界的坡州市 在这里暂时存放437具在韩战阵亡的中国解放军遗孩 南韩军方仔细地把遗孩用纸一部分一部分包起来 一副遗孩以及军人们的军服 头盔和私人物品 包成了一小包一小包 其中只有55人的遗孩 上面附有一纸监视标签 成了最后的代号 专门定做的木架上 摆放了一些已经装箱的遗孩 但是南韩方面预估还要10天的时间 才能完成全部437具遗孩的包装作业 预计在清明节之前运回中国大陆 以往南韩都是透过北朝鲜 移交这些韩战阵亡的中国解放军遗孩 今年南韩首度直接把遗孩移交给中国大陆 这是因为2013年韩战60周年时 南韩总统蒲景惠释出善意 要让长眠泊州共同墓地的中国解放军遗骨 落叶归根 因此当年12月 南韩军方就开始把墓地的遗骨挖掘出来 从1月到2月开始进行遗孩鉴定 1950年6月25号 北朝鲜在北纬38度线附近展开突袭 寒战爆发 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队 和支持北朝鲜的中国和苏联陷入苦战 三年的时间从1950年到1953年 总共造成300万名士兵和平民丧生 500万人成为难民四处飘零 不过关于当时中国籍的死伤人数 东西方见解不一 来自于西方国家的数据 总共有40万中国人丧生 但是中国大陆却表示只有18万人死亡 南韩和美国2月24号展开药因联合军演 持续进行到4月中 北朝鲜在这项军演开始后 以发射火箭或飞弹方式回应 3月16号 北朝鲜总共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 发射了25枚短程火箭 射程约70公里全部落入公海 我们注意到了有关的报道 我们希望各方能够多做 有利于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的事情 来缓解当前的紧张局势 身为北朝鲜唯一有邦交的国家 中国大陆呼吁两韩必须共同努力 为朝鲜半岛的紧张情势降温 但是在北朝鲜国防委员会再度威胁 要展现核子威嚇力之下 分析家认为 北朝鲜可能进行第四次核子试报 朝鲜半岛的紧张情势 暂时还很难降温 接着我们继续来谈一个 和北朝鲜有关的议题 拉背者 我想大家比较常听到 脱背者这三个字 但是拉背者就比较少了 基本上脱背者是指逃离北朝鲜的人 因为这些人大多是不满 北朝鲜的极权政权 向往自由世界 而拉背者就是指那些 被北朝鲜特务绑架之后 长期居住在北朝鲜的日本人 这些日本人被迫从事翻译 教导日文 拍摄电影等等工作 完全和他们的原生家庭失去联络 拉背者可以说是 北朝鲜反日政策的产物 目的就是要借助 拉背者的日文能力和专长 来执行间谍和反间谍的工作 1970年年代末期开始 北朝鲜特务就在欧洲 甚至潜入日本绑架拉背者 而拉背者的数量到底有多少呢 实际上并没有统一的说法 日本政府说大约有17人 而民间团体则估计超过800人 不管数量有多少 这个问题已经成为日朝两国重要的外交议题 历届日本首相都非常关心拉背者的下落 并且要求北朝鲜调查放任 这个月19号 日朝双方打算要召开科长及官员的会商 预料要如何处理拉背者问题 将是会议的重点 啊 めぐみちゃん 今は暖かいけど夕方は寒いわよきっと コート持って行ったら 嗯 どうしようかな 今日はいいわ 置いてく じゃあ 行ってくるね それが 私たちが娘を めぐみを見た最後だったのです 真人真是改編的动画片小慧 叙述一名日本新戏县 13岁国中女生 1977年遭到绑架 绑匪从未要求过赎金 而是将小慧漂洋过海 欲往北朝鲜 强迫她展开截然不同的人生 小慧漂洋過海 此日本媒体习惯用拉北者 称呼被绑架到北朝鲜的受害者 其中最广为人知的拉北者 莫过于影片中的主角恒田慧 恒田被带到北朝鲜后 在异地长大成人甚至结婚生子 父母三十多年来 盼不到女儿终日以泪洗面 不过根据北朝鲜说法 恒田慧早在2004年就离开人世 只留下一个女儿 在民间组织安排下 八十多岁的恒田老夫妇 最近终于见到二十六岁外孙女 祖孙选在蒙古国团聚 是因为如果到北朝鲜 恐怕无法畅所欲言 北朝鲜宣称恒田慧 与两近零四年三月十三号亲生 不过日本对这说法感到怀疑 因为家属将骨灰吸回 经过DNA鉴定 证实并非恒田慧所有 日本官方统计 1977到1983年间 至少有17名失踪者被掳到北朝鲜 起初北朝鲜当局失口否认 直到2002年日朝交好 平壤当局才任账道歉 当年10月15号 北朝鲜释放五名日本公民 让他们飞回东京机场 新运回国的拉北者说 在北朝鲜期间受特工机关严密监控 当局要求他们贡献所长 比方医生护士就理应看诊 机械工程师被派去制造飞弹 印刷工人必须负责印制 唯妙唯孝的北京卫超 如果毫无技能就派去教书 每其名传授日文 实则训练间谍 假使不愿听从 当局就会祭出各种手段 逼迫就范 许多拉北者至今下落不明 日本政府要求北朝鲜 认真看待事情的重要性 严肃解决问题 拉北者受到什么样待遇 什么时候可以归国 想来受到历届日本首相的重视 日本与北朝鲜最近增加往来 有望从19号开始 召开科长级会议 讨论延荡已久的拉北者返还议题 不管是拉北者还是托北者 都是北朝鲜集权统治的产物 因此要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就要看北朝鲜领导人 金正安的意象了 最后我们来看看 动物保护人士 要如何解决流浪狗 和天生无主小猪的新的问题 在波兰和美国 要两位喜爱动物的人 分别为他们丧失两条腿的宠物 一只狗和一只小猪装上轮鱼 让他们能够活动自如 忧火自在 志工正在帮狗狗戴西 按摩受伤的两条腿 这里是波兰拜里斯托克 一间动物医院 自从戴西在去年11月 被车撞了以后 这里就成了他的家 她被困住了两位女士 她在买家处会和提醒她 她通知不知道她做的 她最近都教了她 她就在市场上 和向人务却 请自己的餐具 她取得到它 她走到自己的餐具 她每天给她膳汗的两个腿 她期待有天 她能够和好起来 但希望可以成功 因此 沙子沙子决定要有款 帮泰西做个轮影 他把信息贴到脸书上引起热烈回响 超过一千名网友提供协助 已经募集到一千六百多美金 将近五万台币 斯莫SASKA贷款打造了专属轮椅 让戴西能够行动自如 dzięki temu wydarzeniu jakie Daisy ma utworzone udało się u nas wyraźć znaczną sumą pieniędzy na jej potrzeby i ludzie udostępniają te wydarzenie wiem, że to nie tylko w Polsce ale te wydarzenie także poszło jakby w świat więc liczę, że gdzieś na świecie jest ten ktoś, kto po kocha Daisy i zechce ją adoptować 这件事也透过网路迅速传播出去 现在每天都有好多人 专程来到诊所探望戴西 志工也希望 有人能够任养他 让戴西拥有一个温暖的家 而同样也是装置轮椅的 还有美国一头小猪 来自佛罗里达州的 一岁小猪克里斯 在医院跟疾病奋战的病童 给他们带来了希望 全球视野 每天给你不同观点 全新感受 掌握世界外动 谢谢各位的收看 晚安 lesz Horery Knif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